剛才有特別派人前往邀請柯主席跟郭董事長 主要是因為侯市長還是非常希望 這是一個公開透明的談話 不過就我們所了解他們準備的是三個房間 那這個比較公開的大的場地 要下午四點半過後才能夠來使用 那侯市長就是非常希望說有一個公開透明的談話 否則如果在小房間裡頭 讓外界有這個密室協商的誤解 其實也不太好 對這個前援手我們的馬總統也不太禮貌 不過因為剛才有看到這個科辦跟郭辦 有透過不管是公開受訪或者是簡訊 其實都有再三的邀請 因此呢 侯市長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也會前往會談 那麼馬總統也願意做見證人 就讓我們公開透明 走在野合作這一領路